有句俗话叫鸡蛋里边挑骨头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故意挑刺儿 故意找麻烦 你就像有些人呢 真的 我在这主持个节目 就他就在旁边 叭叭叭叭叭叭 总跟着叭叭 咱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我那可不是挑骨头啊 我那是挑毛病 你看看 又来了吗 对不对 不过呀 话说回来 鸡蛋里边没有骨头 那会不会有石头呢 胆结石啊 这病理不轻啊 别抬杠 前两天 渣大哥在吃鸡蛋的时候 就真挑到了一块石头 各位老铁上眼了 这就是渣大哥说的 夹杂着石头的鸡蛋 不说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这下您相信了吧 可能是不是真的鸡蛋 是人做的 我就回忆是不是人做鸡蛋 渣大哥说 前两天早上 他正式早饭呢 突然感觉 似乎咬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 拿开一看 才突然发现了 鸡蛋里这块 坚硬的东西 瞅着大约两厘米长 摸起来还有点硬 难不成鸡蛋里长石头了 听说了这一新奇事 左邻右舍们 也是一脸的问号 那么这一批的鸡蛋 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渣大哥现场随机打了两个鸡蛋查看 让大家失望的是 打开后的这两个鸡蛋都是正常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并不是石头 就像我们身体里面 长其他的结石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硬化了的组织块 我们肯定不会去吃这个组织块的 但是对于这个蛋的其他的部位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说这个鸡产蛋的这个鸡 可能它的健康方面稍微差一点 您瞅瞅 我是不是说对了 这就是蛋结石 这鸡长个结石 把你高兴成这样事的 你和鸡有仇啊 过年吃饺子让你蒙上一回 人家专家不说你知道是咋的 行了 甭管咋说 就整明白咋回事了 是吧 咱们就记着 如果说吃东西都是感觉 这东西我没见过 或者说挺稀奇的 那咱不吃就完事了 其实说到这个事呢 我又想到一个事 就是说有一个小孩 我大也就是几岁 一个小男孩 前两天就说肚子疼 然后到医院一查 说在他的肚子里面 发现还有个小孩 这不疯了吗 这小男孩还怀孕了 后来人家专家一检查 医生一看 说这是一个寄生胎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这孩子他妈妈 在怀孕的时候 怀了双胞胎 结果由于发育的这个问题 其中的一个就被另一个 给结合到一起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世间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见到啥都不稀奇 咱们做到的就是 你知道的你就整 你要不知道的 咱也别乱整 咱们做到的 咱们做 Fort 咱们做一个 咱们经常